城大學生會14名成員早前在校內民主場舉行臨別禮 被控違反限聚令 14人今日於九龍城裁判法院認罪 各被罰款7,000元 辯方律師求情時指 本案情節相對輕微 而且歷時約3分鐘 案發地點亦為私人地方 只限城大師生出入 當時在場所有人亦都有佩戴口罩 僅於該處拍照 沒有與途人互動 辯方又指 各人並非故意忽視疫症風險 事件起因源於學生會會指被校方收回 學生會成員希望宣揚和紀念事件 過程中也有提醒在場各人要保持距離 裁判官崔美夏在判詞中表示 校方曾提醒被告要遵守防疫規定 但當時沒有人叫停活動 行為罔顧法律和公共衛生 也嚴重影響公共安全 考慮到各人初犯及不屬於長時間聚集 判各人罰款7,000元 成大學生會今年2月被校方要求 簽出原有會旨 十四名學生會成員在2月14日 簽出時舉行臨別禮 並且在校內民主場位置合照留念 及後被控違反限聚令